蜂蜜香再生燃料示范厂受风灾重创之后 因为营运管理不张 闲置荒废被行政院列为全台的文子馆之一 乡长江丽婷新冠上任 特别向环保署争取转型成为 蜂蜜香大型资源回修厂 重新活化再利用 获得上级单位的支持肯定 环保署派议员特地实地回刊 并且针对公所提案规划讨论交换意见 乡长江丽婷他很有信心 蜂蜜香公所活化闲置荒废的 RDF再生燃料示范厂 不仅限环保局支持 环保署也高度关注 派学者专家到场会刊 一行人在蜂蜜香所会首长江丽婷 陈金水以及香公所清洁队长林昌达等人的带领下 主要视察场区内各个空间的现况 同时也走到场外观看整体环境 最后再由清洁队长林昌达 图文兵茂详细说明 实际现场勘查并听取香公所简报后 委员们对香公所活化再利用的规划内容 印象深刻也提出加强建议 讨讨讨论交换意见 然后来了之后又看到这个堂 其实让我们期望真的非常高 就像刚才我原讲的 这里真的可以做很多的量 所以我们现场看过以后 觉得这个场区的确是需要 很多金费来做一些改革 做出自然程度 也就是说我们把那个用电量降到最后 所以我们一并思考 像这块一百一百一百年的话 可以比较清楚的 原来可以去做 对 那重庆是说重庆规划完之后 可以重庆规划 我来讲的是说 有一些金费在我们里面 都没办法 但是你们可以去 跟试像化妆计划 或其他有金费的费 好不好 那在整理再做规划的时候 对 这些地方就好像是不错的 对环保署与学者专家们的建议 也了解偏乡 重新活化场区 所面临条件不足的窘境 乡长江丽婷也相当有信心 希望上级一个相关单位 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协助 其实我面对这样的状况 我其实乐观其成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相信我的团队 非常的优秀 那其实他们在这一块 都已经做足了十足的功课 所以即使在面对这样的困境 面对委员这样的建议 我相信我们一一的克服 把重新整理 然后把我们最好的能够呈现 能够打动委员 让委员都能够把这些经费 放在我们封冰箱 民国93年 基金部能源局于中研院 花联先政府三方合作 辞职3亿元 辟建RDF再生燃料示范厂 不料从隔年的龙王台风开始 接连几年的台风重创 在98年 莫拉克台风肆虐破坏后 停止应运至今 相公所规划争取资源回收储存厂 乡长江丽婷表示 借此达到永续环境 应照封冰箱健康与舒适的生活环境 记者石玉兰 封冰采访报道